在经历西罗的哭泣,苏亚雷斯的泪水,莫德里奇的转身后,当地时间12月18号晚,这场有诸神黄昏之称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终于落下帷幕,35岁的梅西笑到了最后。 当晚,卢塞尔球场人生鼎沸,共有88966名球迷来到现场观战,其中5万名阿根廷球迷填满场馆的各个角落,他们想见证阿根廷人圆梦36年的等待。 本届世界杯赛前,梅西就曾说,这将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后一务,而早就开创了属于自己时代的阿根廷人,始终有一个世界杯冠军的空白。 为不留遗憾,赛场上,梅西表现出了对胜利的渴望,十米外冲刺争抢后痛苦倒地,捕射得手后的仰天怒吼,梅西在攻防两端都极为活跃。 然而,总决赛的剧本对梅西和球迷来说跌宕起伏,在经过领先,扳平,领先再扳平,加时,点球大战后,阿根廷队终于拿下比赛。 有记者说,只有将正赛,加时和点球大战全部打完,才是世界杯决赛该有的样子。 赛后,阿根廷球迷并未散去,兴奋的他们来到卢塞尔大街,三五成群聚在一起,随着音乐,他们肆意摆动,口中还喊着那个英雄的名字。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至此终于画上句号,有人说历史或许跟阿根廷人开了一个玩笑, 本届世界杯上,卢塞尔体育场也见证了潘帕斯雄鹰的首战失利。 但当梅球王亲吻金杯,双手捧起的那一刻,谁还会在乎这个小小的插曲呢?